要磨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 認識地產物業投資 這一集去到單元七 多謝大家收聽 這一集我們的題目叫做買樓時機 很多香港人都很想知道 除了我Belly之外 還有我們這位嘉賓 上集也有她在 就是中原地產的董事 Sandy Hello Sandy你好 這一集我們講買樓時機 哇 每個人都講這些話 什麼是買樓時機 Sandy 每個人都問我的 什麼時候買樓好 你知道答案是怎樣 Belly 什麼時候買樓好 你買也就買 不知道 你儲夠錢先 算好數 有很多說法 如果譬如我沒有買 我想上車 我真的好像聽到很混亂 我就計算數好 我還是買哪裏好呢 然後就開始想一些情感東西 這裏我成長長大 這裏我將來結婚就在這裏 不知道 首要條件就是有錢 有錢 其他不用想太多了 這個就是最沒有的 要有錢 第一件事買樓 首先要有首期 沒有首期你說什麼都沒用 那時機就是說你什麼時候三袋有足夠的財力 那就買樓時機 即是那個首期 剛才Sandy說的首期 是不是就是 我端著那個首期 儲夠錢 儲夠錢 儲夠錢就能起步 你儲不夠錢 那你買一層樓 你根本上都沒有首期 銀行借錢給你借一半 或者現在借八成 或者借九成 那你就選一個樓價 那你有首期 你就評估一下 那首期當然就有高有低 那你的首期多少就視乎你買多少錢的樓價 那就算一下 那當然也有穩定的職業 你借錢的嘛 你不穩定的職業 銀行怎麼借錢給你 其實呢 就是怎樣為之穩定 那些銀行那些 它怎麼看你的 它比如看你的工作經驗 你在那一行做多久 你一看你做了五年工 但是你轉了六份工 那你就看不出你在那間公司工作 如果你說六年都是在那間公司工作 那你就看到你的薪金一直持續 你都留在那裡 那你都是這個人才來的 那你就穩定了 那有些簡單的 剛才我說有錢 就有一塊錢 靠富幹 整塊給你都可以的 隨時買得到樓了 有Daddy 所以買樓的時機 永遠都是說你有足夠的財力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你認為想要的物業 計算 我經常都說有夠財力你就買 那這個時機 那當然是說什麼時候有錢就不用考慮 那當然買樓的時機有考慮的因素 我們經常都說你有高低的樓市有高有低的時期周期在那裡 當然有一個周期的 那為什麼叫周期呢 就是你市場上因為經濟環境因素那些不好的時候 低位的時候 那路經濟也好 其實就不是單是樓價的 不是樓市的 其他整體的就業的因素 經濟啦 你那區的發展啦 就是你香港這樣說整個經濟好 職業好 很大的機會的情況之下 整個經濟向上的情況 人工又加 那很多東西 那你就是上升期 那這些叫做 那你低 上升期是一個上升期樓價升 那你很多時候呢 上升 你看到現在上升 好像我們說上升 有一條curve直上的 有分開四格的 那你在第一格 很難 很少人捉得到的 即是最底的 沒有人捉得到的 那些只有那些很有經驗的 炒家才捉得到的 因為他跟了樓市幾十年 他會知道哪個是低位 或者哪個情況 那很多時候都是上升期 大部分都捉得到的了 因為你會知道的 計供應 都要計的 譬如香港土地 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土地有限 你一看到未來的供應 幾年不足的情況之下 而經濟又開始向好了 需求人工又加了 那你會看到 就是有人的財力 剛才說了 有人的財力不斷不斷增加 那增加的時候多錢 或者是我們說外資進來的錢 息口又低 那你會令到那些人投資的人 又多了一部分 那麼你多了這個時候 看到上升軌 接下來的情況 那麼那些就有些人去買 就是時機 那麼好了 一邊升又升 升到最高位 很高位 什麼時候叫做高位呢 就是沒有什麼人有能力 可以支撐這個樓價 第一 樓價升到很貴 而貨量流在到 又沒有人接得住的情況之下 那麼交投量開始少 那就危險了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Sandy 也遇過 或者可能你的同事 跟你說過 有些地方真的沒有人接的 香港是否有的 其實沒有人接的樓 沒有人接的樓就沒有 沒有人接的時期就有 有沒有接的時期 就像SARS的時候 欺負人買樓都沒有人買 是吧 大家很害怕 2003年 2002年 2002年是低位的 其實樓價就是高峰 我們大家很喜歡用97 中延城市只做97 都是100點 是吧 那我們用那個G 我們那時製造的100點出來 那麼就一路做 一路跌了 100點 跌下去 就是97 98 都沒見 曙光回頭 是吧 就是一路由99 2000年又科網 一路落 2001 2002 2003年還出過SARS出來 你試想一下 累積 即未見有新 97之後改變回來 經濟很多因素 變了 爆破了 然後你一路都沒有好 那麼累積由97 去到2000年 三年 再由2000年 再到02年 再五年 即五年長期的低位 那累積再引爆 就是這個SARS 是吧 就是人心惶惶了 那時又累積了 那麽年 錢都用乾了 我們那時曾經有個名詞 叫做白宮 自己住的那層樓 白金漢工 白宮是什麽意思呢 樓你就沒有了 你白白地供樓 那你只有一個供樓 又沒有樓 銀行又拿回了 低過他借給你的錢 負資產出現過 因為樓價比負資產 那層樓跌低 銀行借錢給你那塊 他借七成給你 所以為什麽現在有這麽多 負金 借五成好了 因為那時很多借七成八成 樓價跌了一半 那銀行負資產兩成 那兩成你就要供樓價給他 那樓他拿走了 他拿去做銀主的了 他收回了嘛 你負了資產 所以最便宜就是銀主貨 那時銀主貨過萬的 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有一層樓 我當年我跌了之後 他就因為負資產就收了 但是我就還回我欠他的錢 所以我就白供下去 你負資產之後 你每個月供款 就供不起那麽大塊錢 因為我供不起 借那500塊 你供不起 那他收回你 但你還欠他一些差價錢 他賣了你一層樓 不如這麼說 700萬他賣了你500萬 你都要供給他200萬 哇 真的是白供 就不供給了500萬 是不是沒有什麼情況 是試過那一陣子 歷史上都是那一陣子 就是負資產都是那一年代 唯一一次出現過 所以你說什麼低潮 很慘的 有的 那03年如果有些熬了那麽久 到02、03年 很便宜的樓的時候 每個人的積蓄都花得七七八八 五年的生活費 大家又沒什麼 薪金又減那麽多 有些還失業 那麽就會很低 那你就要套現 那些樓便便宜 又有銀主貨 那到了03年開始好了 我們又有政策 那開始自由行 很多東西就慢慢上回來 那一路上升 上到08年有一個危機 就是金融爆破 就是海嘯 金融海嘯 說美國那邊的 到他那邊出現 到美國出現那個信貸危機出現 那個爆破 那又是很差 那時候股票不是跌得很低 我們看一看 我不知道跌到萬多還是兩萬多 那時候 那陣子都會影響到香港的樓市 有 那很多香港是金融市場 那所有的金融一旦風吹草動 我們都面對很大的影響 就是樓市有升有跌 也都說到香港曾經 真的一些叫做 比較樓市來講 是下跌的時期 那就是說沙士之後 除了有美國那些 市場的大型波動之外 其實好像經常都是聽到升的 其實低 是這樣說的 樓市升的人是多人關心 但樓市低到低迷的時候 個個為了生活 都沒空管理你 所以就不是很留意 其實喊到喊救命 說是谷底 現在有個時機 我不是這樣說 我們的零售業是低位 寫字樓是低位 如果你說什麼低谷 其實現在是超低谷時間 因為現在的經濟不好 相對地 不是 因為是一個疫症問題 讓世界的交流 沒有遊客 全世界都沒有遊客 我們香港所關 沒有外面人來也不多 那你沒有外面的遊客 沒有流動量 這個零售就沒有活躍 零售舖位現在跌了一半都有 你找得到的 那倒是呀 而且在街上 我覺得看到這個情景 在尖沙咀 嘉年威老道 你試過一條街上有三十間舖 是呀 我覺得心痛 真的心痛 因為其實以前可能回去一些內地的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城市 經常看到一些吉舖 就在那裡跟朋友說 為什麼那麼多吉舖 他們是不是很懶 為什麼不開呢 現在反過來想 不是呀 香港也有很多吉舖 我想不是懶 我們不記得我們拉閘 是市道不好 所以其實曾經在香港是很幸福 很旺 當然了 一個舖超貴的 那個高峰 你剛才說什麼叫高峰 是不是 曾經一個舖租七百萬 一間舖仔 就是三千尺或者二千多尺 都成幾百萬 月租 月租 現在跌到多少 它可以跌到七十幾萬八十萬 有一個租三百二十萬的舖 可以跌到二十八萬 但是也未必敢開 也難找人開 當然了 現在地區性的民生 一定不是跌得那麼低 旁邊有些七百萬 或者雲吞麵當 以前說雲吞麵當沒有地方開 因為被大財團浸佔在地區 那些大財團很快就跌 現在地區民生的舖 尤其是街市舖 都沒什麼跌 賣魚 買菜 賣凍肉 那些多了 他都沒有升過 當年他都不升過很多 我可以這麼說 租金不算升過很多 因為升的人那些民生 因為是微利 就是生活所需 那些加不到多少 加租他真的不做 以前那些是穩定 剛才說投資 買這些舖 穩定收益 他來來去都是可以三厘至四厘 但是當市場 好像人家那些旺街 一升到幾百萬 那些十幾二十厘式 那些很大 幾百萬 一個月坐 都怎麼用 我收二百萬 一個月 很風流 但是街市那些 始終市貴了 都是街市 那些客人是那批客 那批客不會大量有錢 但旺的遊客區 變賣的東西不同 例如化妝品 以前一行李箱 塑造了幾百套 現在香港人買 好像我一樣 買兩塊面膜 那我買兩塊而已 那你的生意額就下跌了九成 那你的舖租會差 所以你說低潮的時候 現在低價 沒有人去買 沒有人敢 給你理實話投資 不如真的去買一下舖 不如 剛才問了你 什麼時候低呢 你跟我說低呢 我又這樣啊 低的了 又在想 有些商場報 四十萬買得奸 有些四十萬 商場小心點 小心點 用可以的 你自己說 我想有個舖 我做手作仔 我自己天天上班 幾十萬 你就可以開舖做生意 其實可以的 如果這樣說 我自己個人意見 現在以此為正 你做網上的人 我開過網 我買過商場幾十萬 天天在那裡直播 直播可行 多好啊 賣貨 不要去家裡 有什麼所謂的 直播掛在那裡 直播 商場三樓就三樓 二樓 天天回去開工 又令到自己工作的步伐沒有改過 是啊 所以其實 只要動動腦筋 可能 什麼時候都是一個可能好的時間 有機會給你的 有低潮的 那就去吧 不是沒有低潮的 不過你不要死硬 說我要住那間低潮 或者什麼 住宅沒有希望 等等 還有那些舖 現在又減了辣 是不是 減辣很小事 不用雙倍稅 其實不多 以前不是四樓幾 最高是八個巴仙 不是一樓 四個巴仙 八個巴仙 相對不是那麼多 只是給它轉樓 住宅十五個巴仙 貴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但是 剛才說 買樓的時機 當然有升有跌 你也說過 有錢就是一個好的時機 其實 我怎樣看 除了我當我有錢 我怎樣看一個走勢的正確態度 應該怎樣看法 其實都要看走勢 就是說都要看供應 其實最重要是你看一下 那個市場供應 在這個階段時候 我們所說的那個 製造出來的量 有很多人說過 住宅這樣說 沒有地 我們就這樣說 那一年 之前買了多少出來 那個量有多少 那當年你 如果沒有量 而需求又在那裡 那一年都是需求會在那裡 那會跡高了一點 升幅就會在那裡 那也都要看走勢 就是最重要是看息口 因為資金成本都是一個問題 那你的息口是看著 早幾年美國 我記得兩年前 美國就說加息了 那他連續加了三次息的一年裡面 那你會看 息口原來向上推 那由兩年一路去到五年 你的公樓的息口成本都會跪了 那這個就是走勢 但現在剛剛去年開始說 未來的三年都沒有加息的希望 那你就安心一點 這個是叫做好消息 對於想投資的人來說 是的 是的 投資和自住都是的 賣樓你起碼有三年很穩定的息口 息口穩定是很重要的 你計算得到 不用問 其實你每一百萬 有時候你現在都會計到的 借的息口是多少呢 那現在有些說一百萬 你會供四千多元 借的息口有時候是供兩 現在大部分這幾年都不超過三厘 那你那個息口都算算穩定的 兩厘幾公樓很多時候 那你就會看趨勢如果不是好家的 那就供應問題了 那你就會看一下 還有就業 人工家 這些都會看著我剛才的經濟的走勢 而令到你那個買樓的走勢的那個價格 還有你那個回報 投資回報 有沒有更好的投資回報 就給到你回來 那如果你息口都是兩厘的 很多人這樣說 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投資 那收租可以有三厘的 樓價跌了 那你租金上升的 你有三厘的 很多人就覺得又保值 現在就說 將來又轉頭 將來又升值 那很多人就會在這個時間買 那如果息口向上升 你會看到 咦 開始資金短缺 或者資金緊缺 那你那個息口會向上加 那你樓價又高位了 你的成本 譬如你借銀碼大了 你的息口大了 你的利息成本重 令到你出租的時候 即不抵的 抵不到他交租給你的情況之下 你又要倒貼錢 但是樓價已經是高企 那你的走勢 你就要想一想這件事 原來都有很多不同的考慮 但到最後都是考慮一下 看看自己的照片 看看自己的份工 看看自己的銀包 就是自己比較重要 還是外圍因素比較重要 當然是自己的因素比較重要 外圍因素有的 剛才你說 有些發達的人 是因為他真的冒險精神大 他為什麼冒險精神大 就是覺得自己可以賺錢 能力會勤力一點 他會想到投資方面 譬如有些很短途容易一點的 在股票上 好像今年那樣 我們那些科技股 那些消費股 升得很厲害 只是一個股票都升了兩倍 那些你賺到這塊錢 你有信心 你有眼光 那你就不怕 那就冒險些 在那些階段 現在當人氣的時候 你就取 那就去買下去 其實永遠都是 投資者勝利 沒有膽量是不行的 一定是冒險 冒險 這個是成本來的 這個是發達的 但我們說了這麼久 置業永遠都是說 安全的那些 你知道冒險有時候 就是我剛才說 有些人以前試過 十個煲 我只有八個蓋 左蓋右蓋 這塊錢換這塊錢 這些叫做很大的風險 就是太過冒險 去到很大的冒險程度 就不好了 穩健一點 那些叫做勇敢一點 就不要去到這麼勇敢 就是說我會加倍一些 一些投資的勤力程度 或者多一點點 我就是 可能你說你的收入還未是好 我不是省省省省得到 真是捉不出戶 我就所有錢拿去供樓 連所有消閒費都不看 電影都差點不看 雖然60元 都很支省底劍 吃又可以吃個折留 那樣東西 那它會熬過首輪的 其實很多時候很熬 你供了樓 起碼有兩年 是用心的熬的 唉 真是 聽了那麼久 你說的所有東西都額頭 我一看額頭 額頭額頭 但還是很多東西很想知道 其實買樓時機 還有沒有什麼環境 市面上的東西 我們可以留意著呢 其實都要看大氣候 所謂說的整體的宏觀氣候 整個世界經濟如何 或者本身本土經濟又如何 周邊的經濟又如何 這些是說環球的息口 包括資金的充裕程度 那些是比較宏觀的 當然就會有什麼叫做 有時候會說 很多人都會說 你淡啊 你好啊 這些是很複雜的 如果你問我 你會見有些人在說 現在政府就給了很多辣椒 很多稅 在那裡 很淡 你都會有這些很柔軟的東西 當然我最重要是看 香港或者沒有什麼不動產 房地產叫做不動產 最重要是看供應 真的很重要 是看整個城市 還是怎樣看呢 供應方面 一定是看本土城市 本土 其實物業投資 其實都是看本土的 就不同股票 或者金融那些 很橫空就可以了 電腦交換交收數 那些沒有什麼限制 但是土地就是有限制 你要在那裡土地上 建建了出來的樓房 那些多大的面積 那些就是固定的 叫做不動產 所以 那個供應就是看地 又是另一個層次 難怪經常都會看新聞 經常說有多少工地 有時候有些 那些村屋 或者那些原居民 那些又是另一個範疇 那些地又要收來建房子 那些是 那些叫丁屋地 那些是比較複雜的 那些地有時候 你都未必拿得來用的 好像現在他們說的 那些鄉新地 那些農地 那些看上去是地 但未必能建得到樓的 那個規劃不同 那本身就會有 那所以現在你會說政府 很多時候就是跟私人談判 希望拿一些地 然後很多以前有些 香港有地的規劃 你規劃了什麼叫做工業地 農業地 住宅地 商業地 那你都是比較 一個城市要全面的發展 為什麼他會問私人拿的呢 其實這個我又不太明白 政府會問回私人 是因為太多有錢人 很久之前買了地 他要開發到那個區域 他擁有的土地 以前是 譬如鄉新以前統一的 政府需要 我們香港是保護我們的私人資產 不可以說我喜歡就拿回來 那你要跟他談判 補地價或者購買他 以前也有大家合作 現在也在說 官和私的公營一起來 共同發展 大家協議 那很多時候都會是 開土地又怎樣呢 給一半理好 現在有很多人捐地 捐美政府的 是嗎 有 有政府 這兩年很輕是說 要建屋 有很多大財團 發展商就說 好 為社會做事 很多人都捐了一些 有些人給年輕人 有些人給長者 有些人交給政府做公屋 其實都挺好 有幾百萬呎 都有捐過的 當然很多現在有吵 就是你捐地 想政府幫你做事 幫你開地 幫你拉水 因為有些是 沒有水電 公路 整體的基礎設施 你不開發自然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就在商議上要談判 就增加土地供應 你才可以起到樓 而我們香港很多時候的土地 運用的土地 其實只有二十幾% 我們七十幾%是郊野公園的 我們保護得很好 我們是一個高發展密度城市 向高空發展是密度高的城市 就是等它靠益度好 比如地鐵 有人的地方 夠人量我才開個站 不夠人量 地鐵蝕本 我未必開個站 那條鐵路 政府現在不是有鐵路 交通運輸 道路 沒有鐵路之前 其實好像有些居屋 我們之前發展 好像張光河以前 都是巴士道 以前的路算是很偏遠 但現在真是多人 地鐵 你現在有了地鐵 所以正想 譬如土地供應 經濟環境的情況之下 還有就是政府 它想的政策是怎樣 好像現在這樣說 越來私樓越來越少 因為政府收了 主要政府有新土地 是政府 我正在說 它就會拿 以前就是六四 即六成就給供應房屋 四成就拿去 四成給私人房屋 拿去拍地 就給私人去投標 起樓 現在它拿回三七 七成是政府供應房屋用地 三成給私家樓 所以你會看到 為什麼好像說 那些樓價 會不跌 經濟這麼差 我們現在說 很多因為疫症的原因 令到那個 經濟不太好的時候 為什麼樓價不太跌 就是因為那個供應 是看得出不夠的 需求在那裡多 投資其實已經少了 政府很多政策鎖住 又說三年之內 賣樓又要拿你兩成稅 三成半稅 你再多買一層樓 又加你15% 其實已經很多政策 令到那個轉流不高 只是不斷給一些新需求 去擁有的 比例會多 所以原來買一層樓 或者買一個物業 都要留意很多東西 留意一些政策 都要很宏觀去看 是的 世界經濟都要看 有時候好像 比如外面 我們現在說中美戰 那些貿易會不好 世界的氣氛不太好 生意難做 收入不容易 開錢新的業務 又不會增長 大家要守住那些錢 那你就有些不太好的消息 我剛才說了 或者之前那一集都說了 如果你真的需要需求 有些人就租屋住 什麼都有 但是不是要投資 那你就要在這個時間 去考慮 有些人會看看 有些人本身就是 很多錢 做各樣其他投資回來 他的資金多都在 你不用的 貶值 很多人都會考慮 那他整體的氣氛 他又覺得 人氣我取 那他就買一些 那雖然氣氛是叫利淡 那但有些就會 可能到利好消息的時候 又被很多政策出來 我們國家向前大推行 或者香港又說 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東西 譬如一些新的企業出來 大家增加了很多就業人口 那你又好像 大家又特別多公開了 人工又加了 我們延續幾年試過 就是5% 3%增加人工 又開拖了一些科創網 那些科創的職業 多了其他的職業人士 所以其實那時候 有些好消息出現 有些人信心 剛才所說 氣氛 人追我追我 有些錢 香港有很多資金 你會見銀行看 結餘有十幾萬億 那些錢不動 那些氣氛 都還沒用到 還在那些結餘 都很多 看不清 你現在這樣的情況 看不清那些資金就不動 但是當氣氛環球 就是每個人都開關 然後大家又友好 生意往環多了 那些資金 一旦動起來 就很快了 但是很奇怪 現在叫做大環境 都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但是又不見大環境是跌的 為什麼呢 又想著大環境不好 那將來好 將來升 但是現在其實環境不好 又不見它跌 究竟這是什麼做法 這個只是我剛才說 只是住宅那裡 很明顯是看得到 因為大家住在那裡 又不是很能走 就是大家不是 很多地方都有個住屋需求 那租金又在那裡支持住 那自殺就不算跌得很多 還有即使是 香港未算是失業率很高 沒有飯開 沒有工種做 那好像香港的失業率都是 高了些是某個行業突然間 某類行業 就是旅遊牽連的行業 或者遊客牽連的行業 就很多人 但是有些工都還繼續有 所以不算很差 還有最重要就是 之前儲了很多錢在那裡 我剛才說 你銀行體制還有很多錢在那裡 就是還沒窮 我們所說 還沒去到要變賣資產去要錢 所以樓價不能跌 但是回頭做生意那些就慘了 我剛才跟你說了 舖位寫字樓那些 做開生意那些 他真的要賣了那間店 或者拿那些資金來去繼續經營 他以前開五間的 現在我都開一間 但是那間都要經營的 那都要花錢的 所以他資金上面 他就會緊絕一點做生意 所以你會見 舖位大跌就大跌向這裏 跟Sandia聊天 時間過得很快 我要把握著Sandia的口吶 那裏講出一些知識給我們 我想問關於在香港 真的很切切實實在在 地段方面 其實是 是不是真的 我們需要想 這個地段是會 升得更厲害 這個地段不能升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時機 你剛才所說 真的是時機 一個地區新開發的時候 你頭身走進去 當然一定是好的 你會看得到它長遠發展 有幾個案例 歷史上有看 你沙田開始 以前沙田是沒有東西的 沙田第一城 然後又在市中心 新港城那裏 新城市廣場 建了個過百萬呎的商場 引致周邊的零售 大家在沙田一集合下去 很旺 那時候真的 那你不去 有馬鞍山 一直沿沿 馬鞍山 以前是覺得很遠 我要進去馬鞍山做show 我覺得很遠 救命 但是馬鞍山現在真的很旺 很多人 有鐵 有一條港鐵過去 很方便 沙田是一個例子 東涌 開了機場之後 那邊有需求 那它有一個鐵 有一條港鐵 直達中環 那些中環上班的民職 那些白嶺 每個又便宜 當初幾千元呎 買下去 一期二期三期四成 政府一塊地一塊地 但是那些樓 有不同的名字 但是你每年都有新供應出的時候 就逐期逐期這樣去 那發展下去 就成熟 那你去到東涌 即是鐵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說真的鐵路 因為這個叫做大型運輸工具 交通工具 準時 容量大 那你很多人就方便 正所謂下雨不用擔車 大家最主要準時 你很可以充耗時間 上班方便 那算不算鐵路 有鐵路完善的地方 亦都是其中一個很利好的因素 對於那個物業 這個是主要吸引人的地方 住屋需求最吸引就是地鐵站 但是這個很重要 但是又這樣 有時候那些豪宅 又沒有地鐵 譬如半山 我住在廣島區 半山區 那些叫做傳統上一代的豪宅地段 那些其實 那些就罕有了 供應少了 你在站頂一起樓裏面 就成千火 半山起出來 每次都可能給你四十四火 那你未罕有 即地段少有 數量少 少有它的價值 人口沒有那麼密集 是的 那你建的地方 又建大一點 又會 那它有優勢 又會貴一點 那怎麼辦呢 沒有地鐵 又罕有 有地鐵 又正 那哪些才不正 不會沒有正 我們都說了 樓不會不正的 都是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用方法 又不同的時段 人生裏面 是有不同的需要的 那如果你說到投資 我們說回到最好的時機 其實就剛才分享了 那麼多個地區 你就要看 譬如將軍澳 人家起步的時候 你一路去 那就斷斷發展 你就斷斷在那裡換樓 斷斷投資 即是說 它不斷 可能明年又有 後年又有的時候 你就不斷在那裡投資 其實逢是有政府基建投放 或者政府本身投資 在那裡開闢土壤 或者在那裡投放很多的資源 社區或者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應該跟它步伐就對了 人家投資這麼多錢 譬如好像九龍站 說開一條高鐵 直通北京 人家的站那裡 又有機場站 又出這裏 西鐵站在這裏 那你三鐵站在這裏交匯的 九龍站那裏 不到你不貴 那也是 所以逢是有帶動運輸的都有 那現在有個機會 啟德真的沒有走失 啟德嗎 為什麼呢 啟德發展新區裡面是有312公廷 裡面包含了有文魚 有個都會公園 將來你們娛樂圈那些 即是說運動那些 它叫運動城 但是它本身有很多個 五萬呎的運動場在那裡 會將來做一些體育盛事 你想想多龐大 如果你唱歌 現在唱歌 紅館有二萬多人 它有五萬人聽起來 一萬 那裡更大 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倒是 如果那裏有一個五萬人的地方 那不用去到機場的博覽館 那麼厲害 核心 還要走出來 看看公園 只是圍港景 最核心 對呀 又有美景 對著海 那裏有很多 它買了十幾幅地 那他們每幅建築 它有分三期的 有一個啟德城已經入伙的六個項目 那遲些就有 另外還有一個 都是啟德那個站區 我們所謂叫做廣場區 另外又有四幅地 那什麼叫廣場區 整個啟德站頂的廣場來的 沒有東西的 是人行人的 沒有車行的 現在是未有的 做了的了 不過它未開始放出來 將來那個整個廣場很大 還有地下街一千五百米 好像日本那些新宿 有個地下街 正呀 通過送王台 去到村連九龍城 很長 很新穎 整個發展裏面 它醫院又落成了 又開了 周邊還有九龍灣的商業用地 有整個千萬的寫字樓 未計官堂還多 有寫字樓 是不是又是一些很好的因素 我們叫做綜合發展 你開工 你有工作人口 不用去到 不只是住 然後上班就回到很遠 可能在附近有很多工作人口 租募市場便會活躍 可能我不必買得起這裏 但我起碼都可以租到這裏 跑道那裏有一個發展 跑道就說很多圍港景 說的是一些智慧城市 跑道那裏都沒有搞 現在 開始了 賣光了 還有一兩棵 基本上十幾塊地賣光了 那裏都會更加美觀 即是可能近海邊 未來可能香港最貴的地段 除了山頂之後 為港景 大家臨海 你可想像 這個是一段段去 所以我就這樣說 所以這個區又有寫字樓在那裏 亦都有商場 我們覺得很出名 當年SOGO拍攝了 大家零售上 大家一說SOGO 就知道是一個零售 那他都會有在那裏 雖然他現在還未建一堆出來 但如果落城都是有地下家 加其他的商場在那裏 寫字樓 酒店都有一間在那裏 如果計近年來講 那麼多叫做將來的發展 又或者以這個物業投資來講 那這個啟德 是一個挺好的一個地方 那還有沒有呢 其實香港屯門呢 屯門有 元朗那些 那沒有那麼快的 元朗其實將來都大的 不過政府正在做著 譬如他推動著那個 那個西北區的發展 洪水橋他們那邊 其實都有的 那邊新界北 其實是一個東北發展 是很大規模的 不過就暫時就未是很成 即很多東西是計劃好了 聽到有計劃 但是就未見到 未好像現在 那麼你會見到 完成了整個發展的喜好 因為你看到地都買了 明花有主 我的朋友都搬了進去 各樣的項目都齊了 那他完成了之後 未來你說去到 新界的東北的發展 很多都未出來的 即是怎樣起 住宅分多少 整體那些都未完成 不過將來會是 那麼又談到 在那邊就希望 我們有很多關口 所謂大灣區的聯合 有橋 有關口 那邊將來的 新生的青年 或者我們未來香港的大部分發展 都會在東北那邊多 即是說大家都可以留意著 當然這些時機的東西 就剛才Sandy都說 其實你要留意很多東西 又留意一下社會的變化 環球經濟 又或者地 所以就不可以懶 一句說 勤力一點 勤力一點 多些留意一下 那些經濟時事 規劃發展 如果想在物業投資上面留意 其實土地發展的所有的資訊 多些讀的 多些看的 留意多些 有些人不關心的 很多時候都來買樓 突然間才來買樓 但其實應該早些留意一下 譬如政府批地是怎樣 市區裏面的保地價是多少錢 你可以因得到那個赤價的感受下 那個升升跌跌 所以勤力都是一定有用的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到一個好的時機 今集的買樓時機就夠了 在這裡要多謝Sandy 謝謝 好